这里是四川的大山深处 看这里写的啊,情梦获于此 这个古镇呢,叫做乐道古镇 又被称作夜郎古镇 相传呢,朱格亮当年曾经在这里情梦获,囤粮草 古镇的位置十分的特别 位于永宁河的一个拐弯处 对面还有一个小岛 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岛上居然还有人居住着 这个门楼看起来是挺旧的 实际上这个据说是新修的 这全是大条石做的啊 这里面回音还挺大 我们今天要说的古镇呢 先从这里讲起啊 这里是四川卢州的乐道古镇啊 这里有全国唯一的抗战小学 这个小学呢,是国内目前唯一以抗战命名的小学啊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朱格亮情梦获啊 这个乐道古镇呢 是建于一千七百年前 也有一说呢 是最早形成于古叶朗国秦汉时期 三国时期呢 一说就是当年这里还没有古镇啊 就是说在这个小学这边啊 有几间茅草屋 后来呢 这个茅草屋这块呢 就叫做朱文拐 不知道为什么叫朱文拐 但是后来呢 又改名可能觉得难听 叫兴隆厂 再后来呢 改成了乐道厂 乐道厂呢 是有原因的啊 这个小学前面呢 有座桥 这个呢 叫做状元桥 这也是有一段故事的啊 因为当年 这是末代状元走过的桥 所以叫状元桥 这边啊 就有个介绍啊 就说清末状元 洛城乡到贵阳 尖口 露经此桥啊 听闻他母亲去世了悲痛万分 后人呢 将此桥取名为 状元桥 乐道呢 也是因为 落道的谐音 从而呢 这个落道古镇呢 叫为了现在的名字 这个是夜郎古道啊 看这里写的啊 秦梦获于此 这条路呢 就是夜郎古道 我们沿着这条路走 沿着这条古道走呢 往前走 应该是不远处 就是诸葛亮第二次 其梦获的地方 这条古道有些原生态啊 这里面还住着很多 就是当年啊 可能在 2000年前或1000年前 住着夜郎古的一些 某个部落的人啊 这个古道的旁边呢 就是夜郎大峡谷啊 据说夜郎大峡谷呢 大概有50公里长 这个夜郎古国呢 是建于秦汉时期的 一个神秘古国 也是一个神秘消失的古国 历史上极少有记载 当我笔记里面 可能会提到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夜郎桥啊 这个夜郎桥呢 到底建于何年呢 无人知晓 但是单从夜郎国 这个时期来说 应该是非常的久远了 这个夜郎桥 看上面还有这种的 机械工具 想必是近代以后重建的 这边呢 有一个湖 叫做夜郎湖 孔明第二次 其梦获的地方 就在那边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都过去1700年了 这块有个大石头 大石头上写的五个字 其梦获于此 但是可能这个照相机 照得不太清楚 就这几块大石头啊 就是 钟伯敬先生 凭三国志里面载的啊 孔明孝曰 无情此人 当日呢 梦获行至卤水 将梦获 绑在这里 并且压到了卤水边 卤水呢 就是指的 今四川 卢州 纳西市也 所以呢 这个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秦梦获于此 传说诸葛亮第二次秦梦获之地啊 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夜郎桥边 桥边有个夜郎湖 夜郎湖的这边 这个遗址呢 只剩下几块石头了 诸葛亮第二次秦梦获啊 但是历史上记载呢 其实相吻合的啊 还有什么呢 主要是说诸葛亮七秦梦获 大部分都在这个云南 或者缅甸这个边境 那边是梦获的这个居住之地啊 我们现在从这个状元桥这边 走过去 去古镇看一看 1700年后 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这块的密林之中呢 还发现一口古井啊 这口古井呢 是什么 东汉初年 福伯将军马园 奉这个汉明帝之命 领兵平静南方诸蛮之乱 再次集结兵马 为给士兵引甘拳 打的一口井啊 这口井有将近2000年历史 至今还能使用啊 但是水很浑浊 据说呢 这个马园呢 在这里呢 祈求上天 流出甘拳 果然呢 应验了 前面呢 就是乐道古镇了啊 现在这个古镇 人非常的少 整个古镇呢 也就住的十来户人 我们去看看里面 到底有什么 大多数都是这个 门紧锁着啊 开门就没有人 这边门也开着 没有人 感觉像荒废的一样啊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 这边有 就是码头啊 一个很大的码头 在永宁河上 就说呢 当时 呃 滇琴 过来呢 都要可能经过这个雪路 还有茶马古道 所以说呢 这里当时是一个 非常大的商品集散场地啊 所以四川很多地方叫厂 厂呢 其实就是卖东西的市场 和那些老建筑 还有人在卖东西 看看这老房子里面啊 是这样的 很原生态 这个灰色的砖瓦房 这里呢 还有工作食堂 这个应该是 一个后来弄的饭店 这上面还写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这也是一个老头子 从这里下去呢 就是当年的老码头 这个码头 当年说是十分的繁华 经常是灯火通明啊 上面可能停着 百十来艘船 现在呢 由于国道呢 建成了以后呢 有了更好的路了 所以呢 这个水道现在也走得人极少了 这个地方呢 正好处于永宁河的一个拐弯处啊 那边呢 还有一艘这个废船啊 停在那里不知道多久了 好像没人再用了 这里还有人烧这个香火啊 可能是祈求渡江平安啊 我们看一看啊 这就是现在的船啊 那个船应该能看清 我的个妈呀 这里有一条水蛇 看这个水蛇有多长 曾经繁华的古镇啊 现在罕见有人间了 这个地方呢 以前又叫夜郎古镇 这里有很多的威房 它这个门板都已经清洗了 这是一个豆腐干 渠霸豆腐干也没有了 这里唯一能参观的 还有一个羽王宫 看看这个羽王宫啊 很有意思啊 据说当年这个乐道镇 常被水淹 永宁河呢 经常发水患 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也被淹过 当时呢 据说这个是夜郎国 建的这个 羽王宫啊 是为了震水患 这个大转盘中 它有个窟窿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夜郎王呢 就经常祭拜这个 羽王宫里的神啊 深蛙洞 广吉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看看里面有什么 使剑啊 但是这个具体哪间 附件的不知道 就 佛像只有这么小一根了 但这个窗户的雕花还不错啊 可见当年 古镇依然是很繁华的 这个僧人全在对面啊 这个神仙的雕像 这个地方呢 据说后看书记载啊 有竹王者兴于顿水 与女子换于水溪 三节大竹流于足下 推之不去 闻有而生 取其归破之 得以难耳 这个呢 就是顿水圣母和夜郎竹王 的来历啊 也就是这个小孩呢 就说的是夜郎王 这个人就好 这么凶 感谢观看